看著好療癒喔 對啊 真的這是我最炸雞的印象 高雄市的餐廳裡面 第三家我們的口袋名單 上新聞版面的店 去過了幾個門市裡面最漂亮的一個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水阿姨的頻道 我們又要去吃美食了 那今天要吃的這一家餐廳 這種口味是我和傑克先生第一次嘗試吃 當然不是說以前沒有吃過 只不過是正宗的這種料理的餐廳 那我們一起去探店 去看看好不好吃 人生因美食而幸福 喜歡水阿姨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按讚轉發 分享給你所有的好朋友 觸逼假扁 那我們現在是在高雄市的綠城路 這裡有一家咖啡店 看一下 好像很好吃 這個熱壓吐司我就會喜歡 今天看一下 對啦 我們今天要吃的是 粗瓦韓式料理 在高雄市的玉城路上 那我們有傑克先生有提早定位了 全部都年輕人 你也變年輕人 是的 他這裡有飲料區 請勿自取 這個應該要加錢的 這飲料吧 氣泡水自取 這邊有氣泡水跟冰淇淋 還有冰淇淋 有機器人送餐 太可愛了 我們先來試試小菜 剛剛我有吃一塊這個蘿蔔 好吃耶 真的耶 對好吃耶 這是泰式的菸蘿蔔 我還是 我太喜歡泰國了 哈哈哈哈 他說這個拌一拌 這是什麼 泡菜嗎 不是 泡菜嗎 好吃 基本上 這五樣小菜 真的都好吃 嗯 嗯 這個也好吃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一直認為 韓式料理 就是都是煙的 烤的 沒有像我們 台式的熱炒 或 比較中式餐廳 那麼多的電話的烹飪方式 可能 韓式料理 沒有什麼可以經驗的 沒有 那我剛剛 試了這五樣小菜 我覺得 都很可以 都很可以 好 好 這邊會送到 看著好療癒喔 對啊 我們趁熱享用喔 謝謝你 謝謝 這個芝士是我們家點的 吃一下 還是 這是還是炸雞 還是 這是還是炸雞 嗯 好嫩喔 好好吃喔 真的這樣是我對炸雞的印象 一般來講 對 炸雞 炸雞我們 如果經過炸過 像台灣的鹹酥雞 都會比較硬的口感 比較乾的口感 可是 他這個炸雞很嫩耶 齁 你知道嗎 他這個芝士 的那個絲滑度 剛剛好 好好吃喔 哇 這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炸雞 真的 我再來吃一個原味的 這是原味 嗯 一樣在吃 對 超厲害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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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雞裡面還好吃 這個蘿蔔 喔 這個蘿蔔好好吃喔 嗯 吃一下這個蘿蔔 好好吃喔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嗯 好 好 哇 哇 為什麼他還會冒煙 這邊的話是我們有加入乾冰 對 因為這個算是我們桌邊撿泡菜的泡菜秀 所以我們一定會做 嗯 這是使用整株的白菜 搭配主廚的特製辣醬 還有韓國的進口原料 天然量製發酵而成的喔 這個的話是屬於老泡菜煮 他們的話會越滾越入味 那這個的話是年輕的泡菜 吃起來比較清脆 嗯 嗯 肉的部分要幫你們加進去嗎 好 直接加進去 這個是海鮮 配搭配煎餅加享用 好 海鮮煎餅 這邊是鍋巴BB飯 那這邊的部分幫您做拌飯的動作 好 嗯 然後是牛肉口味的 對 好 開始囉 今天是使用多種的食蔬 搭配特製辣醬放甜的 那它本身有帶有鍋巴了 所以待會可以直接享用喔 謝謝 那韓國有名的吃法是 飯跟肉分開吃 所以我們是分開放的 好 好 可以品嘗看看 好 那我在這邊有遇到真正的韓國人 有詢問過他們為什麼 他們有說 因為他們從小沒有公筷的習慣 所以他們都是用筷子夾到湯匙上 在吃 所以就變成一口飯到一口肉 好 好 還蠻特別的 海苔部分要幫您加進去 好 那鐵鍋跟石鍋的部分都會燙 不要碰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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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牛 鐵鍋部分會燙 不要碰到 好 可以先拿剪刀 剪成適合入口的大小 好 可以吃原味 好 第二蘸醬吃 第三包菜吃 還有特別是前面的芝麻葉 反面包肉吃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們的主食都上了嗎 對 全部都上起了 好 旁邊有冰淇淋 要記得用完才去享用 好 謝謝 先來吃一口原味的飯 我叫傑克先生先把牛肉剪一剪 這樣我們要包著芝麻葉吃就很方便 要小心盤 那個鐵盤很燙 先來吃個海鮮煎餅 嗯 蘸辣椒 蘸辣椒 他有自己的蘸醬啊 我知道 你可以蘸辣椒 嗯 好好吃 鐵盤先生說蘸辣椒 他這個餅煎的很有水準外 嗯 外面很脆啊 他的外皮也很脆 其實他自己本身的蘸醬就很好吃 每一道都很有水準 嗯 要不要加一個蒜片 嗯 加一個蒜片比較小 然後他真的喜歡 蘸醬 好了可以吃了 呵呵呵 包起來可以吃了 嗯 嗯 謝謝 謝謝 他的牛肉 好嫩喔 好嫩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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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巴飯 鍋巴很脆很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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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一定要來吃 太好吃了 哇 他的泡菜鍋也很有水準 哦 這個 這個湯頭之濃郁 嗯 很厲害 很厲害 太厲害了 噢 這個湯頭 真的太厲害了 太驚艷了 太驚艷了 好好吃喔 看看這個鍋巴飯 還有這一盤牛肉 快有水準 還有雙齊齊齊吃飯後甜點 我的最愛 你看我用的很大鋪 哇 太幸福了 我和傑克先生 吃完的心得就是認為 這一家出沒 是在高雄市的餐廳裡面 第三家 我們的口袋名單 太完美了 今天是228 全部坑 全部坑 裡面還有很大的位置 全部坑 全部坑 挺有趣 很難的 很難的 好 吃 幾幾年 來 上餐 2 3 2 超級 来一只双麒麟 怕有水准的店了 你们一定要来吃 吃饱午餐 我和杰克先生要带各位好朋友 去一个最近这几天 上新闻版面的店 我们去看看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到左营的雅尼克了 这一间雅尼克是我去过的几个门市里面最漂亮的一个 刚刚从外面看 里面客人很多 是不是有看到新闻还是怎么样 怕以后吃不到 哇 生意很好 不要一条草莓 不要一条草莓 好 他二楼可以在这里吃的吗 是不是有咖啡的动作 我要草莓 一条草莓 有提令券做提令吗 对对对 妹妹 那 我 我请问你一下 你们收起来六间门市高雄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对对 好 谢谢 我要吃草莓 冬季限定吧 今天的雅尼克是我来过这么多次做营增加门市是最多人的 一次 我们从前两三年开始吃雅尼克到现在 每一次来人很少 可能也是疫情期间 那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电视新闻的影响 今天人超多而且又是二二八假期 所以我觉得我跟杰克先生说 他知道我爱吃甜食 爱吃烘焙 那雅尼克是我吃过生乳卷里面算是翘楚 虽然它的价格有贵了一点 但是它的品质是无庸置疑的 你像诺贝尔啦 它的生乳卷也很棒 但我心目中的第一名还是雅尼克 但是价格也是第一的 你看今天排队街上的人这么多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转发 那这边的它现在是一条千台草莓 那它草莓一起先到2月29号喔 这里有澄清启示亚尼克营运政场 请订阅 durum